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很渴望阳光的温暖 但等待太阳出现的这段时间尤其难熬 一月份的青海湖 湖面已经风冻 冰层厚度达到了40厘米 最后的地方达到90厘米 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 仿佛冻结了这里的一切 对于大多数候鸟来说 温暖的南方更适合它们越冬 是什么原因让它们选择停留在天寒地冻的青海湖呢 答案就隐藏在这个白茫茫的无边世界里 在青海湖 只有少数几个特殊区域 才拥有这样的自然奇迹 水面之下 水生植物依然生长茂盛 众多水鸟因此放弃远非南方越冬 在这里落脚 觅食和栖息 这里地处湖湖区域 高山和湖岸阻挡了寒冷狂风 小气候相对温暖 再加上地下温泉涌流 才创造出这样的自然奇迹 才有了冰天雪地里的别样风情 每年有十几万只水鸟 在青海湖越冬 前鸭和赤马鸭是多数群体 而只有几百只的大天鹅 最引人注目 冬季的清晨 青海湖 总是在大天鹅的鸣叫声中醒来 大多数时间 群体的氛围静谧而祥和 群体里 形影不离的大天鹅夫妻 总是单独行动 它们也有很强的团队意识 偶尔会参与群体的团建活动 大天鹅拥有一双宽大的脚脱 配合强有力的翅膀 可以支撑它们笨重的体型 在水面或冰面 自如地起飞和降落 每年的十月 大天鹅都会到达这里 直到来年四月 才会离去 它们用优雅的身姿 让冬天的青海湖成为冰上天鹅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